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半集我们想说一下中医的针灸和服药方面的优势 刘医师想问你,针灸方面我们通常会如何应用去治疗这个面摊? 针灸来说,一般病人我们会看它的情况和实际上的病因和体质 设定一个针灸的方案出来 比较常用的月位就是400... 是否都是在面上的呢? 大部份是在面上的 但是我自己会加上一些体悦 所谓体悦就是在身上,四肢甚至在区体上的月位去做一个调节 然后可能会加上电针 有需要,譬如一些很虚弱的人 有时候都可以再用矮久的 效果是很好 是 你刚才说四肢是其中一个月位,四肢在哪里? 四肢其实在我们眼睛的瞳孔直下,就是望着正前方的瞳孔下面的... 其实我自己取悦是摸骨头的,它有一个在拳骨,这个位置有一个凹位,其实那个位置就是四肢 好,这个位置一般是我们用治疗的针 但是譬如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面探的病人,他未找到中医针够前,譬如一边歪了 他就这样捏这个月位,会不会有任何效果呢? 其实有效果的,但是我不建议靠这个去做治疗 这个我觉得最多可以用来做,或者你康复得差不多了 你自己按摩下一个月位,相应帮助 但是你在面探最需要抢时间的情况下,我就不建议自己做月位按摩 就是面探这个问题呢,一定出现了之后要及时找医师 是没错,因为我刚才上一节就说过,要同时间斗快 那么越快治疗,效果就越好 是 即是头十四日,是不是在说? 头十四日,其实基本上是,你面探即第二天,如果可以看医生 就是越早越好 是,没错 这个十四日是,这个十四日里面是黄金的治疗时间 就不是说你到十四日才去找医师 通常呢,十四日,在治疗上,我们平日,我们执业上,我们临床上都见 有些病,就可能几日浸一次,但如果面探这个黄金十四日里面呢 在你的建议或在你的执业上,会不会习惯了真的一天一次去浸? 我觉得不是不需要的,如果那些人想好得快一点呢 其实可以隔日浸一次的,如果时间不容许这样做呢 最少一个星期都要浸两次,这个是最低限度 如果你说不行,我只是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可以浸 那效果会比较差 即我们在黄金时期上面,浸得越多,那就越快好 是,没错 是,没错 但是,因为刚才张医师就问我,是不是每天浸 是 我就觉得是不需要的 即是隔日,或者最少一个星期,七日,两天 是,没错 那平时其实,因为现在在这里和各位观众说些越位 可能就那些人,其实在这方面,不是很帮到手的 即是自己做的话,我会建议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第一,可以按摩面部 是不是按摩面部的那边,还是两边都按摩面部 其实两边都可以按摩面部的,我建议就是把重点摆在那边 接着可以做适应的热肤更好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发觉自己的棉坛是非常之痛的 那么,暂时就不要做太多按摩和液肤 是 是 那就快点去找医师治疗 是 现在香港都比较容易找医师 就是我们注册中医师制度之下 比较多专业的中医师 找回附近,或者总之要快 但是,因为坊间上有一个疑问 我们中医就很容易分到哪一边的面有问题 是 其实,好像刚才大家集上集的相片 我们看到,不如再看一张相片 再看三号相片 再看一看三号相片 一边就歪了去,一边就伸长了 那其实,究竟是哪边坦啊? 刘医师 是 是 其实,有几个判断的 第一,你看看自己的眼睛 哪一只是可以合得起的 那如果两只都是合得起的的话 那你就再向下看 看看,譬如你谷气 即是嘴谷气 那有没有... 谷气啊 叫什么? 很谷气啊 不是,就是鼓气抛衰 鼓气抛衰 对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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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是 是 包容 我們分別可以在谷氣、眼睛閉上 基本上見到問題 症狀無論多重也好 就立刻找醫生 但如果拖呢 我見香港人有時看病是這樣的 拖兩三天才好呢 他會這樣想 那就死火了 有些病可能會自己好 但基本上棉坦這個病 真的沒有太多人會說自己好 然後 不好意思 張醫師的擔心 就比較多餘 因為在棉坦上 一般人就忍不住 他肯定要去看 這樣也是 因為是最重要的 雖然拖是香港人都喜歡拖 但棉坦就真的少見人拖 但有沒有說 通常是男生還是女生 會出現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真的是一半一半 沒有說男生多 或者女生多 還是老年人或者年輕人 是哪一個會高發一點的呢 其實以前 根據統計 這個病其實是老人多 因為其實我們上一節都說了 這個雖然有外來的一個病因 但他其實是有個底的 他身體自己出現一些問題 或者虛弱 抵抗力不夠 但是現在這個趨勢 可能慢慢變向 越來越年輕的人都有 可能跟 譬如我們 喜歡年輕的人 喜歡飲動東西 喜歡吹冷氣 這些習慣 會有些關係 現在的年輕人都氣虛血藥 現在都很去 是 打壞年輕人 我覺得 夜睡那裡很重要 是 你幾點睡 劉醫師 我幾點睡就不方便透露 對 不要說劉醫師兩三點睡 我就十一點就睡 非常好 這個是官方說法 是 官方說法 那詩琦妹妹你幾點睡 我也差不多 好 大家串人老術 看看兩位醫師 看來幾年輕 實際不年輕 是 好 在麵攤上 會沒有一些預防方法 等我再說中醫在治療這方面 除了針夠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手段 包括內服藥 然後我剛才跟他講 我們針可以再加一個夠 對一些虛弱性的病人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然後還有一些閃灌 閃灌 這個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我想做律聽 閃灌 其實大家應該就聽過白灌 白灌 白灌 比較常見 閃灌其實是 其實是跟白灌類似的 但是它不在皮膚上面流灌 它吸了之後 就馬上拔起 然後再拔起 這個頻率和次數是很多的 很快的 是很快的 它其實可以搭到一個 譬如你時間比較長的病人 譬如你已經冥坦了很久 這個效果就非常好 它可以溫通 令到我們皮膚充血之後 其實它可以營養周圍的神經和血管 其實喊咎、針咎和閃灌 都是幫助它疏通 那個炭灌的經絡 是嗎 是 如果在護理方面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護理方面 我建議 如果你是急性期 急性期就是 你綿坦了很久 或者你還在痛的時候 你就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或者生辣的食物 或者用以我們 坊間俗稱的法蜜 就是譬如 牛、羊、鴨、鵝這些東西 海鮮來說 我都不太建議吃 如果真的海鮮忍不住口 麻煩就吃淡水的海鮮 鹹水的海鮮 其實它是容易令到身體有發炎的傾向 不過我想在臉上 大家都不會很緊張 都會很注重這個戴口 什麼時候都沒有那麼乖 這個時候最乖 最乖是這個時間 就是戴口 剛才所說的 就是牛、鴨、鵝 但是有沒有這些肉類 仍然可以吃的 我覺得 其實豬和雞 都仍然可以吃的 這樣 如果日常護理方面 首先你什麼病都好 你有這個問題之後 你一定要有充足的休息 這個是對康復 無論什麼病都是非常重要的 避免吹風 冷氣地方 或者你要風扇要吹的話 都避免去直對那個風口 如果病人真的免癱 及時去治療 大概有沒有說多久 他會康復 這個 真的好看個人 但我的經驗 是比較快的 可以在三個星期內 99%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這個 真的是很聽話的病人 你叫他做什麼 他基本上是照做的 然後 是年輕的病人 這個我要強調一下 因為有些年紀大 所以說真的 他康復期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是 總之 怎樣都要及時 早點及早去治療 這樣康復就會比較快 然後過了急性期 其實那個保暖 是非常之重要的 保持著臉部溫暖 不要碰凍水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利康復的 西醫來說 其實西醫來說 還有一個康復 他的治療會 吃些B12 其實這個是營養神經的 大家都不妨試一下 那個效果就因人而異 維他命D12 這個就是西醫方面的 補充治療方法 沒錯 今集非常多謝 劉醫師為我們分析了 講解了很多不同類型治療 鹽攤的中醫的常用療法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疾病 或者大家患上這個問題 要及早求醫 盡快尋找中醫師接受治療 在黃金期的時間 好好地把握整個治療的機會 如果是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稍後發電郵給我們 今集非常多謝劉醫師 多謝劉醫師 多謝兩位 拜拜